第六題是跟第五題一樣的XT圖 那在8秒鐘運動的XT圖 那問我們說在這個過程中 總共改變了運動方向幾次 我們看到呢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它從遠點出發 然後離遠點越來越遠 表示呢它是朝正方向進行 而這一段呢它是從離10公尺的地方 離遠點越來越近 表示它朝負方向進行 這一段也是一樣從遠點呢 往負方向走 負的越來越多 所以也表示往負方向進行 所以我們就了解 如果這一條線呢 從往右上腳鞋 變成向右下腳鞋的時候呢 就表示從運動方向有改變 從向正方向改成向負方向 或者是從右下腳鞋 變成向右上腳鞋的時候呢 也代表運動方向有改變 朝負方向運動改成朝正方向運動 看到圖形當中 我們看到這邊呢 有轉折一次 這裡呢有轉折一次 所以呢就表示說 這個運動呢在過程中呢 它改變了運動方向兩次 所以呢我們答案應該選B兩次 所以第六題我們答案選B 再次回答案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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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答案選B